西班牙都有人搞獨立 在西班牙東北 一個和台灣差不多大小 引育出北加索、高地、 還有球隊班塞隆拿的自治區 加泰隆尼亞準備脫離西班牙 知不知為何呢? 位於法西邊境的加泰隆尼亞 從中世紀開始受到兩邊影響 應姓特殊的語言文化 1469年 加泰隆尼亞的阿拉幹國王 和卡斯提亞女王結婚 西班牙王國就此誕生 王國中的各個小國 仍然保持高度自治 就相安無事 但是到了1700年 西班牙國王駕崩 因為沒有後代繼承王位 擁有繼承權的法國和奧地利 展開了接近15年的王位爭奪戰 西班牙各個小國 紛紛在法奧之間歸邊 加泰隆尼亞傾向奧地利 想不到的是 後來奧地利和法國簽訂和約 加泰隆尼亞竟然不知情 和法國拼命奮戰 直到首都淪陷 9月11日 法皇上台 宣布禁用謊言取消自治 這一天 就成為了加泰隆尼亞日 紀念自治權被剝裂的恥辱 到了20世紀 加泰隆尼亞成為全國工業重鎮 拿回自治權 但是1939年 西班牙爆發外戰 獨裁中軍佛朗哥 不但更指地方謊言收回自治權 又勤迫各地區的人民興奮遷復 加泰隆尼亞再次失去自主 分離意識迅速上升 1975年西班牙民主轉型 設立自治區法 加泰隆尼亞回歸自治 但是2008年之後 全球經濟衰退 最賺錢的加泰隆尼亞 貢獻了全國兩成稅收 而中央的補助就越來越少 每年加泰隆尼亞還要補貼政府140億歐元 令到當地民眾非常不滿 再加上語言文化的差異 支持獨立的人數大增 2015年的議會選舉 獨派政黨贏得過半數席位 通過了18個月內獨立議案 敲響了獨立的忠聲 不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 仍然是希望能得住 這隻會生金蛋的毛雞 擔心這次獨立運動激起 國內自治區的模仿效應 而聯合國和歐盟也是怕 歐洲會出起新一波獨立風潮 同樣表態反對 歐盟還說 如果加泰隆尼亞獨立 就不可以再用歐元 也會失去歐盟成員的身份 不過歐洲其他獨立運動團體 就密切注意加泰隆尼亞的行動